一群人围着圆周开心拍手 唱生日歌 气氛相当融洽 不过却有民众爆料 现场穿黄衣服的男子 是前天道蒙太阳会 七堵分会长绰号宁蒙 在场同框庆生的竟然是 基隆刑警 郑姓小队长及七名原警 警察排排座一起帮黑道大哥庆生 夸张画面曝光后引起各界哗然 事件爆发后警方一开始回应 郑姓小队长又事先申请 事后报告 没想到隔一天 情势逆转 八名原警全都被陈处 郑姓小队长将被记过两次 拔关并改掉制服警员 另外七名原警也都受到 记过及申戒处分 甚至连坐 就连政府分局长 侦察队 政府队长及第二组组长 等因督导不周也要被记过 以及申戒处分 影片曝光 基隆市长谢国梁也严厉谴责 作为一个警务人员 跟黑道黑社会间的关系 应该要更有分纪 刑警帮黑帮大哥庆生影片曝光 重创警方形象 考量各界观感及深入调查后 决定大力开闸 全部陈处 记者注定王汪廷 基隆采访报道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